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分哥分享 我是分哥 我现在是在奥克兰City 这个码头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区块 就是这个位置是专门开通给 从海外回来的那些人做隔离的 你看到这边的巴士 这几段巴士全部是 把那个运送隔离的那些人的 他们全部开到这边来 然后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 让他们做运动 还有不吸新鲜的空气 我们走过去看看吧 这边有设量的大巴 刚刚我还看到他们把这个 从这边开进了 是刚才到没多久 然后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里面就是这些人 隔离人的运动的地方 来看这个标识 这边写着 所以这个就是专门用来给他们去呼吸新鲜空气 还有做一些运动的 然后里面就有些人在做一些运动了 可以看到这些人 这些都是被隔离的人 然后他们在铁栅栏那边 那实际上那边有个口的 并不是真的完全锁住的 只是说这样隔开 让他们在里面可以运动 又不至于闷太闷 像我们中国的隔离是没有这么好 因为我爸回去以后隔离14天 是被装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面 是绝对不能出去的 半步都不能出去 14天 房间又很小 所以说是非常痛苦的 据所有回国的人的口述 回国隔离真是比坐牢还苦 那在新西兰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至少我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出来走走 可以出来呼吸新鲜的空气 还可以跟别人聊天 是不是 然后只要戴个口罩 跟其他的同样隔离的人 是可以做接触的 并没有完全的禁止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会看住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这边可以多久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